我們第三題 現在這個物體本來是靜止的 用一個力量推它 推了一段時間 推了一段時間以後 再用另外一個力 反向推它 結果推了一陣子 這一陣子是時間跟它一樣 F2推的時間跟F1推的時間一樣 最後回到原點 然後這個時候它的動能 動能 最後的動能 題目給說 1分之1 MV2平方 這個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48焦 現在問說 F1做得好 F2做得好 首先我們看 首先我們看 這個假設 這一段跪影是S 作用時間 假設T 那它這樣子的話 它的那個 推的時間 它的那個 充量 F1T 等於動量變化 這個假設我們 假設叫M NV1 NV1 然後這個F2 給它充量的話 是F2T 這等於多少 三個 這個是等於那個 現在是這樣 第一種情況 我假設這個 這個方向 是正的 第二個 我假設這個方向 是正的 那這樣 你它動量變化 就是MV2 MV2 減掉多少呢 F2 因為我現在定 這個方向 F2MV1 也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MV1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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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是 做工 他做的工 等於動量變化 這是F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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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動量變成 從0變成二分之一 MV1 MV1 平衡 然後MV1 做的工 他本來的速度有V 然後 因為他定力 所以他速度越來越小 最後反向 再回到V1 再回到V1 那你說 那你怎麼知道 這個去是V1 回到V1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樣 因為那個 重力他也是定力 你把它想成是這樣子 這個把它想成是重力 這個叫 牽直 抛 抛上去以後 到達最高點要回來 同一高度的話 速度是一樣 可以這樣寫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裡 開始算起來 過去的時候 F2 從這裡到端點的話 F2是做復工 回來是做正工 所以 去以再回來做工等於 所以F2做的工 你就可以從這裡開始算起 從這裡算到這裡 所以 F2 S 這等於 都算 等於 那個動物變化 LNZ MV2 平衡 減掉 減掉 O1 Z MV2 平衡 這樣子 好 這個是48膠 所以我給它加起來 加起來 這個就消掉 就是說兩個工加起來 所以W1 加上W2 這是等於48膠 總統的話 是48膠 總統的話 是48膠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F1跟F2有什麼關係 我可以給它除下 或是除上去 除上去的話 就變成是 V2的平衡 減掉V1的平衡 除以V1的平衡 那這個也等到啥 會等 因為 這個一除就 F2除F1 是這個 這個 這個除以這個 也是 F2除F1 這個除以這個 就是 V1加3 V2 他除以V1 現在可以約分 約掉一個V1 這約到一個是 V2-V V1 這是加什麼 V2 所以這等於1 所以我都知道 八成過去 交叉相乘 V2-V1 等於V1 所以我都知道 V2是等於兩倍的V 所以V2等於兩倍的V 那或者是說 V1 V1 等於二分之一倍的V2 那我就可以算出 V1 這是V1 V1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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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於二分之一多少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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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w2呢w2就等於36w1帶進去12w2就等於48-12等於36加